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大家好 我是主播文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女人出老的六个迹象 你中了几个呢 一起来听 从前总以为年轻是最大的资本 三餐外卖饱腹 饮料当水喝 加班到深夜 耍着手机入睡 如今呢 时常的小病小痛 一言不合发胖的身材 流失的胶原蛋白 地板上的团团发丝 不到十二点就昏沉的脑袋 熬夜后的疲惫困倦都在不断提醒自己 身体才是最后的一张底牌 不再熬夜 注意护肤 每周空出锻炼的时间 也少暴饮暴食 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汽水 也比不过手中的一杯 温白开 天一凉 再也不用长辈提醒 立马翻箱倒柜地找秋鱼秋苦 曾前呢 以为挥霍是快乐 如今却深切懂得 拥有未来的前提是 保住健康 曾经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股闯劲 趁着年轻追逐更高的未来 身后的父母渐渐跟不上脚步 却也只嫌他们观念老派 没有共同语言 走着走着竟渐渐发觉 自己开始贪恋父母在耳边的唠叨 在忙 也不忘给父母打个电话 给医生问候 有空便回家吃一顿晚餐 闲话家常 哪怕依旧观念不合 却多了一份体谅 多了一份耐心 开始试着去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开始知道名利 地位 不过是尽花水月 而岁月不待人 能待在父母身边的日子 已经不多 曾经只觉得爱情和婚姻就是一切 可以为之忘我 为之牺牲一切 勤俭持家 用尽力气去爱家人 唯独苦了自己 走着走着 才猛然发觉 安全感得自己给 手中握有赚钱的本事 银行卡上有足够让自己安心的余额 不再因为钱而振振不安 开始认真护肤 学着画清丽淡雅的妆容 提升自己的穿衣品味 保持干净大方的形象 每年计划着旅游两次 放松身心 买喜欢的东西款待自己 开始明白 这世上食用的东西太多 但是幸福感 才是最珍贵的 从前周末呢 总是辗转参加各种聚会 与好友约着买买买 一个人时 只觉得无所事事 走着走着 却逐渐地低调 热闹的地方 竟也开始觉得吵闹 闲暇时更愿意待在家中 一书一茶 一书一饭 无论是坚持阅读 还是画画弹琴 又或是接触其他的新鲜事物 开始不断学习充实内在 找寻精神世界的独立 在阳台晒得一身暖洋洋 静静打磨时光 又或是伴着雨落 拉上窗帘 看一部电影 将低对别人被依赖 找到心灵的归属 内心充实而风盈 从前呢 只觉得朋友越多越好 总是绕着别人转 太过在意他人眼中的看法 付出了真心 换来的往往是 有恃无恐 身心俱疲 泰格尔说 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错过烦心 人生匆匆 虚语而过 不必为一个过客 自怨自已 走着走着 不再敏感 不再记忆别人的忽冷忽热 也不再刻意地去 结交新的朋友 有了自己的脾气和底线 不讨好 不强求 不将就 付出七分 三分 留给自己 开始明白 真正的朋友 只会越来越少 谁对我好 我加倍回报 谁若欺我 我加倍奉还 从前 一点风吹草动就焦虑 一点小矛盾 也能放在嘴边 念到许久 走着走着 凡事多了几分 宽容平和 少了一些计较 如今明白 最高贵的惩罚 就是沉默 最狠的报复 就是无事 把有限的精力 浪费在无用的纠缠上 不是在和别人过不去 是和自己 过不去 不再为得到和失去 大悲大喜 不再因矛盾 而大动干戈 于事不再 喋喋不休地抱怨 愁眉苦脸 逐渐学会了承受 也学会了沉默 无事烂人 不参与烂事 心自得自在 作家李哥说 生命前方 是无尽的衰老 我们笔直地跌落进去 别无选择 岁月不曾放过任何人 我们也无需绕过岁月 岁月流淌 增长了年龄 平添了成熟 得到的是成长 心宽四海 温暖向阳 慢慢变老 其实挺好 王后余生 愿我们活出自我 爱得过瘾 不仅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 还有琴棋书画 诗酒画 传行在尘世中 内心依旧清澈 成名 初老的六个迹象 我中了四个 你中了几个呢 转发 加上再看 评论区和我 一起聊聊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岳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 留言互动哦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